大家好 我是Alu 很久不見了 整身黏黏黏真的很不舒服 不過看到別人黏黏黏 濕黏黏的若隱若現 當然不會介意 還很欣賞跳 說的就是她 這次又介紹摩太郎 是SkyTube推出的Lune Megami 即濕身女神 日文的Lune 可以解作濕透 液體接觸在固體表面上 形成一層薄膜 當液體落在布料上面 就因為布料吸收水分 而導致濕透的效果 字面解釋 濕透就是濕到透的意思 這種若隱若現的觀感 會比起一絲不掛 更加吸引人 我們又由外合開始說起 在這個盒的正面 我們已經看到女神 若隱若現 其實這樣遮掩 只看到身體線條 比起她的裸體更加性感 盒的設計 給你一種很清新 又很典型的感覺 用俗稱 Tepernet Blue 脂筋料蛋藍為主食 加上女神的設定 經常附帶一些冷藤植物 所以這次大膽地在封面的正中間 我們就好像準備一探 女神真面目的探險者 這邊就是一個很長的窗口 在旁邊繼續偷望女神 另一邊就是女神的畫像 雖然後面都清晰地表示了女神的全相 但是本性堂 凡事求真 當然要打開來看看 見下女神的真面目才行 當出若隱若現的女神出現 女神就是站在透明的水面台座上面 水面都因為女神的動動而犯起了涅漪 簡簡單單但足以表達出 就是站在水面的女神 一頭扎起了 都長到大腿的啡色曲長髮 所有頭髮都很自然地 各有各卷地形成了一大粗 充滿立體感的雙馬味 一對綠色的通透大眼 臉上泛起淡淡的腮紅 加上友人的嘴子 表情就好像在表達 被你看到我濕透的樣子 就是這麼尷尬又害羞的樣子 而今次整體的衣服 可以算是一件雷屎 可以調解連身背心 頸 手套 腰 和下盤兩邊的雷屎之外 其他衣服的地方 都因為濕透了 而變成半透明 另外今次大腿的迷之鼻環 真的為裝飾而裝飾 終於可以看到有辣痕的迷之鼻環 濕身女神 其實是摩太郎老師 在同仁智活動 Comic 1 即是日本東京全類型同仁展 第十五屆活動的插畫商品 亦是同一屆推出的 一本同仁智 La Fue Cycle Bus 裡面是最後幾張插圖的其中一幅 圖下面寫了少少老師當時的感想 濕身女神做了這次活動的掛畫商品 銅顏再加這個Muchimuchy 充分表現出我喜好 那什麼是Muchimuchy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玉玉 這個詞語原來也有段古 就是源自這個六十年代尾 一套叫做Muchimuchy Blin的成人電影 電影的標題就是 電影的男主角用來形容女主角的胸部 和臀部就好像一塊比較結實的布丁 但又不會缺少這個柔軟度 所以就有這個稱呼 當時流行到就是 很多很多的中學生都很喜歡 用這個詞語去形容 可能哪一個女同學那些 現在千萬不要這樣跟人說 不是有機會會構成性騷擾的 有些人喜歡看若隱若然 也有些人喜歡赤裸全身 讓你看光的 為了迎合大家 所以我們就 都玩望女神的裸體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嗯 常觀就認為 全裸其實就真的不夠若隱若然 那麼吸引的 那就是說透視妝 就是可以增加這個未畫的技能點 誤信 講個研究結果大家聽 在加拿大考地亞大學那裡 他們就做了一項研究 題目就是這個 穿一點不穿一點 是不是比這個全裸更吸引異性的呢 這個項目的研究 其實也算是一項戀物癖的研究 第一輪的測試 就是首先將12隻熊性的老鼠 和穿著內衣背心的癡性老鼠交配 然後在第二輪的測試 就再將它們放進一個有穿背心 和全裸的癡性老鼠裡面 即是讓它們自己選 想和有穿還是沒有穿的癡性老鼠交配 研究人員竟然發現 這12隻熊鼠 都是會用穿背心的癡性老鼠交配 而且發現了 經過第一輪測試的紅鼠 就在看到穿內衣的癡性老鼠的時候 那個大腦的中樞活動 就會比較劇烈 即是簡單來說 他們就發現了 穿著內衣背心的癡性老鼠 就是比較吸引力的 進行這項研究的大學教授 表示人類的大腦神經結構 有一部分跟老鼠很相似 所以可以推斷出人類對那方面的興奮感 其實也可以藉著過去的學習經驗 去刺激一個中樞神經 即是說我們可以由這個研究 然後就得知這個若隱若然 就是吸引過全裸 也都可以解釋 為什麼有些人會越來越重口味 我們也要謝謝畫師 設計出不同的性感造型 如果全部模型都只是裸體 相信吸引力就會大減 完成到高的模型就是標榜著 可以穿可以脫 任你配搭你喜歡的造型 今次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也會慢慢開始拍多些長片 不論是新模型還是舊模型 都有我們欣賞的地方 到時候不准不看 記得Like和訂閱本頻道 好 想支持滿神官 就奉獻一個Super Sticker給我 你們的心意 膠膠神都會收到 我們下次見 拜拜